教大家如何去配 比较适合的装备 天移的装备 因为课长他们不需要配 课长就是把红装 45级装备干到底 那中小课玩家或无课玩家 你们选装备 不能像他们那样选 你这个蓝装就是要把它点上去 所以你装备尽量不要维持在安定装 这个游戏装备是有成长潜力的 你只要投资好的30蓝装 你会发觉30级蓝装往上点的CP值 会比45级的装备安定值还要更高 而且是高很多 在你现在能够挂的地图里面 至少50级以前的地图你都没问题 你再往51之后挂 你的三维也挂不住 所以你这时候要搞什么呢 你要搞的是攻击跟防御 把它撑起来 你要撑坦度的话 用沙利战士戒指加减伤 武器额外攻击力就是等于攻击力 多一就是面板多一 你要撑攻击的话 点加3或加4的处决者跟沙利耳环 去撑攻击力 把攻击撑到160 如果你今天要撑命中 黑暗骑士耳环 项链跟手环 你可以用45级的没问题 像我项链是用30级的沙利项链 因为加攻击 所以我把它点高 沙利项链也是我推荐的30级项链之一 但是我没有特别 要你们去冲这个 是因为项链跟手环的强化卷手比较少 所以我才会说 项链手环可以直接用45级的 这游戏的关键难搞的就是饰品 武器防具相对简单 今天两个人你说 你们的三维明明这么近 为什么他打得比你快这么多 原因是因为 你面板 他不代表你的全貌 因为他的潜在属性比你高 他可能 增幅率比你高 可能技伤%比你高 可能追加伤害跟额外的魔法伤害比你高 所以其实有很多细节 是从面板上面看不到的 你必须要看他的属性 再来防御 同样是190防 为什么有人的可以挂武士区 有人的不行 因为差别在于抵抗跟回避 所以我才说 戒指要用沙利戒指 因为他是加抵抗的 两颗加4沙利戒指 直接差10减伤 所以沙利戒指蛮推荐 对于中小课玩家来说 撑坦度搞这个 什么增幅率这些%数东西 你前期搞不到就先不要搞 暴率也不是一般能搞的 关于这个面板的计算 我也去研究过了 攻击力是职业攻击力 加攻击力 再加大小怪武器攻击力的平均值 再加武器额外攻击力 再加你的潜在力 就是你的攻击面板 所以攻击力会影响到的数值很多 如果你们今天想要看一下 这个装备他的成长性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点 而且也不是教育所 每个装备都会有成品让你去看 你可以点这边 然后点下面这个制作清单 你点能力值 就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阶段 一般成功 大成功 大大成功 他的属性 然后可以点残滑值去判断 这个装备加起来之后 跟我查多少 他的成长性是什么 所以你今天想看装备 可以这样看 好 ri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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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